來,我來喊,來,秋若華,洞帥 秋若華,洞帥 若華,洞帥,洞帥 郝友宜,洞帥 郝友宜,洞帥 來,正常票,我們第九號,中國國民黨 國民黨,順利 國民黨,順利 國民黨,順利,順利,順利 好,謝謝 可以嗎,準備好了 好,現在選戰剩下24小時 那今天怎麼會選擇來桃園 在選戰最關鍵的時候 也是最後的階段 我一定要幫桃園這30年輕優秀的候選人 來全力的加油 他們不但是我們國會過半的關鍵 而且代表國民黨改革的決心 不管邱若華,扭曲婷,或者是蘇全集 這些新人都需要大家的全力努力 所以我們今天從北到南 包括趙少康,等一下在高雄 侯友宜,在台中 那我在桃園,都是幫這些最優秀的 年輕的新生代來全力以赴 那我們不但總統要贏 國會要過半,所以今天一定要全力以赴 那主席怎麼看就是桃園六席立委的選擇 有沒有預估的請 我們除了三位資深的優秀的立委 現任的立委以外 這三位的年輕戰將都非常有戰鬥力 而且每一位都非常認真努力 那我們對邱若華,對努曲婷,對獨選期都充滿信心 我們認為只要我們拼到最後一分鐘,最後一秒鐘 明天我們可以全力打 昨天趙少康也來桃園,然後他說 他收到各方的資訊說我們是贏的 那已經選在三位最後一天了 你覺得這個目前整體的局勢 目前的整體其實我們是審慎樂觀 但是我們對民進黨可以動用各種資源 各種奧博實在是充滿疑慮 不管大家最近看到的司法界選,國防界選 或者是國家機器界選 甚至民進黨可能會出的所有的奧博 抹黑抹紅,全部都會來 那我們在最後的關鍵時刻 大家一定要非常謹慎,非常小心 一定要每一票都能夠吹出來 而且最重要的要集中選票才能夠政黨免替 昨天晚上侯爾有發布一個競選廣告說 抱歉的課題,沒有想像柯文怎樣接受 郁白河,那主席會覺得 柯文哲保留跟綠營的合作可能性 是不是一顆不定時的詐欺 我想超過,台灣超過60%以上的能力 希望政黨流替 民進黨過去這八年來的不公不義貪污火化 以及造成兩岸兵兵戰危 就是民進黨必須要下台,民眾共同的期待 所以在這種期待之下 所有在野的朋友,大家必須要團結一致 集中選票 不管在總統的大選要集中選票 我們在立委的選舉也要團結一致 才能夠達到這樣共同的目標 昨晚週點論的女兒周孟榮 有臉書上發文說自己表達郭董的意思要支持侯康佩 那主席現在跟郭董有臉書嗎 還是有看到什麼 我看到各種的報導 包括宣董的這樣子的一個發文 或者宣董的朋友的發文 或者是周孟榮的發文 或是各方的發文 其實重要的都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為了要中華民國 我們共同的目標 就是要保衛我們的中華民國 愛我們的中華民國,愛台灣 我們必須要集中選票 這是大家共同的目標 基本上就是最後的選前之夜的造勢 那好像外傳說這個名單有一些狀況 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到 馬總統的發言 被民進黨嚴重的扭曲跟斷章區域 那昨天晚上的民進黨的造勢活動 從頭到尾都是匹馬大會 所以我們不願意 希望不願意馬總統再受到這樣子的惡意的攻擊 所以我們今天集中的焦點 就是公平正義對貪污苦化的民進黨 我們這個和平安定的未來兩岸 對英雄戰危的民進黨 以及我們看到的全民共同的意願 集中共同希望能夠政黨的問題下架民進黨 最後一題就是前陣營的凱旋營的爭議 然後今天媒體有 平面媒體有寫出來 然後說凱旋營的爭議其實有傷到立委的選擇 看對面 不管民進黨的任何抹紅抹黑 當然都會有影響 但是我們一定是拚到最後一分鐘 最後一秒鐘 我們一定全力以赴 邱若鎚加油 那想問一下若鎚 就是若然你最後一天了有沒有什麼策略 今天要來繼續拚一下的選區選票 是選政倒數不到24個小時 今天非常謝謝朱立倫主席 還有我們烏斯利亞縣長來到若鎚總部 給若鎚加油打氣 那若鎚也是全力以赴 那待會還會和我們的桃園市長在上車一起上戰車 然後表現我們拚勝選的決心 謝謝 好謝謝 好謝謝 好我們所有 陳女 謝謝其樂路 最好 小小分就好 我們秋華軍選總部 感謝各位 請坐所有的里長 包括我們前校長的紀念 感謝 每個人都吃得到 還有我們早上快到四處 一下 不如先找到五處 到五處 下 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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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